今天节目开始 咱们来讲述苏洪案 女医生苏洪 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致命女人 在她看来 杀戮 是残暴 也是为了拯救 黑龙江东南部的宁安市 牡丹江 穿城而过 江上的宁安桥 连接一江南北 江南的东京城人生鼎沸 在当地素有小香港之称 无数商贩汇集在这 欣欣向荣是好不热闹 65岁刘老大 居住在东京城 姓山村 二十多年前离异 一个人生活久了 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010年4月24号 刘老大在村里建筑队上找了一份掌勺的活 因为饭菜实诚 工友们对他赞不绝口 但没想三天以后 刘老大神秘消失了 失踪前呢 家里房门没锁 灯也亮着 炕上床铺摆放整齐 抽屉里还放着好几千的现金 不像出远门的样子 更诡异的是 在刘老大失踪后的第三天 46岁的弟弟刘老六 也离奇失踪 失踪之前 老六和妻子打架 妻子一怒之下 离家出走 多次外出寻找 可没想人没找到 先把自己给弄丢了 老六跟老大不一样啊 为人精明 会算计 除了务农之外 还做点小买卖 平时电话响个不停 但失踪之后 手机再也打不通了 兄弟俩接连失踪 让老刘家乱作一团了 兄妹几个是四处寻找 还是没有结果 5月7号 老刘家终于决定报警 因为不确定 两起失踪案 到底是不是刑事案件 警方只好从兄弟两人的 社会关系来进行调查 兄弟俩呢 在村里人际关系都不错 远方无怨 近日无仇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失踪之前 都曾找过一个 名叫苏洪的村镇女医生 负责案件的补警官 让苏洪过来了解情况 这苏洪啊 身材比较高 皮肤有黑 眼睛喜欢盯着人看 双眼四周的皮肤 长满了斑点 双手的关节十分粗大 像是一双男人的手 面对补警官连番提问 苏洪呢 非常平静 对刘家两兄弟的行踪 是一概不知道 苏洪三肩起口 什么也不说 让补警官觉察出了一丝意一样 但没等继续往下查 刘家三姐 忽然收到了老六的短信 三姐 我把我大哥打死了 我要去山东做生意 他不同意 我一失手 把他推倒了 他的头 撞在了门框上死了 你们不用找我了 我不想坐牢 我跑了 这可让刘家兄妹慌了 万一真是老六杀了老大 警察已立案 老六的命 岂不是也搭进去了吗 慌忙之中 刘家就想撤案 补警官却认为 这事情多有蹊跷 为什么苏洪一离开警局 刘家就收到了老六的短信呢 补警官去到现场勘查 发现门框上并没有撞伤的痕迹 这些细枝末节的线索 加重了补警官对于苏洪的怀疑 更加频繁的找苏洪问话 令人奇怪的是 从五月十号到十六号 老六的手机一共发出了十多条短信 都是在找苏洪谈话之后发出去的 信息内容无非再证明一个观点 老六是自己跑的 既然老六能和家里人联系 为什么只发短信 不打电话呢 补警官对比了老六失踪前后发的短信内容 失踪之前老六发的信息错别字很多 因为没什么文化 也不注意标点与病 但是在失踪之后 来往的短信 语句通顺 标点符号齐全 案件描述 条理清晰 从文化结构来看 应该是高于小学或者初中毕业的人 发现人肯定不是老六 到底是谁拿了老六的手机 替他联系家人呢 5月19号 补警官带着心理猜想的答案 以调查失踪案件为名 敲开了苏洪家的门 四个孩子正在做作业 苏洪忙着做饭 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答着警官的提问 你家有猜叫吗 一只从容的苏洪 突然紧张起来 没有 补警官立刻警觉 在之前的暗访之中 他已经从村民那了解到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菜叫 苏洪不断的谎言 印证了补警官的怀疑 他开始四处搜查 发现院子里堆放着一米多高的杂草 挪开这些杂草 一个旧轮胎压在菜叫的铁盖上 打开菜叫的一瞬间 一股恶臭是扑面而来 菜叫里堆满了粪便垃圾 正当补警官准备捏住鼻子 顺着菜叫的梯子往下爬的时候 苏洪疯了似的冲了过来 用力的抓挠 竭力的阻止 补警官明白 苏洪已是强弩之末 不顾阻挠 强行顺着梯子而下 菜叫里堆满了生活垃圾 恶臭味 差点都让补警官昏厥过去 随后用衣物捂住口鼻 可是也没用 这味太冲了 他用梨叉叉了几下 竟然在成堆的垃圾之中 挑出来一脚床单 顺着床单扯出来 居然有一双人脚 一番清理过后 两个用床单包裹的尸体 出现在院子里 尸体已经发胀 面部表情猙獰 舌头露出来半截 经过辨认 两个人正式失踪的 刘氏兄弟 失踪案就此告破 宁安市公安局 迅速成立专案组 开始刑事案件侦破 犯罪嫌疑人苏洪被捕 消息一出 是震惊了整个东京城 一时间 宁安头号女杀手 特大女性杀人案 冷血无情女医生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姓山村 大伙都没想到 村里人人称赞的女医生苏洪 四个孩子的妈妈 居然能做出如此凶残的事 苏洪对自己的罪行 共认不讳 案件告一段落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补警官却认为 事情没这么简单 苏洪还藏着秘密呢 这样一个荒气的菜教 苏洪为什么多年来 持续往里面填垃圾和粪便呢 从兄弟俩失踪 到找到尸体不过一个月 正是东北开春季节 天气干冷 尸体不会腐败 他想要掩盖的真正秘密 到底是什么呢 补警官继续带人清理菜教 完全翻了一个头 清出来的垃圾堆满了院子了 一直青蛙到土层 果然发现了一具 看起来像是女性的尸体 尸体全身都已经腐烂了 只剩下一堆白骨 和一头三十公分左右的长发 应该是保存了多年 这具尸体的主人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苏洪的菜教呢 咱们呢 先来说说这个苏洪 1970年 苏洪出生在宁安市东京城 身为长女 父母总是教育苏洪 要让着弟弟妹妹 父母干活辛苦 要学会帮家里分担 16岁那年 顺利考入宁安市卫校 毕业之后 在第二人民医院实习 20岁回到杏山村 凭借自己的专业 开了家个体诊所 这时候的苏洪啊 已经出落成个大姑娘了 人长得挺好看 又有文化 介绍对象的人啊 都踏破了诊所的门槛了 但苏洪一心却记挂着 青葱岁月时期的初中同学 当年苏洪啊 就对他方先暗许 这次回来再次见面 已经掩饰不住情感了 这是苏洪的初恋 沉浸在爱情里的傻姑娘 给了他无穷的信赖 两个人呢 迅速结婚了 苏洪提着行礼 就嫁到了邻村 苏洪一直沉浸在 甜蜜的恋爱之中 却并不知道 婚姻的本质就是琐碎啊 婚后的丈夫 并不像婚前那样甜言蜜语 甚至结婚仅仅一个月 就背着苏洪 在外边有了女人了 苏洪的初恋 就在丈夫的劈腿出轨之中结束了 他知道自己的爱情没了 但却并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这段婚姻的残骸 只能逐渐对丈夫慢慢疏远 后来在审讯之中 苏洪说 毕竟他是我的初恋 是我唯一一个 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 他想过离婚 但父母一再告诫苏洪 村里的人际关系天长地久 一个污点会被人家祖孙几代记住 女人离婚的 丢人 苏洪只能忍 并且计划着 如果有个孩子 或许就能把他拴回自己身边 苏洪如愿地怀上了孩子 十月怀胎 生下女儿 可家里情况也没得到改变 刚生下的婴儿 占据了苏洪的全部心思 喂奶 企业 换尿布 做饭都是一个人打理 除了孩子之外 丈夫也跟个孩子似的 一来伸手 饭来张手 让苏洪更绝望的是 在家里 没人感激自己的付出 做的好是应该的 做的不好 就会引来责怪 育儿期间高强度负荷 让原本文弱的苏洪 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满骂 愤怒 各种冲突 成了家庭主旋律了 丈夫对苏洪的转变 也是愤愤不平 终于在孩子 九个月的时候离家出走 前往浙江打工 苏洪这才明白 为什么村里妇女的模样 都如此相似 只有自己经历之后 才知道 这样的生活 你又能拿她怎样呢 只能打掉牙网 杜里燕呢 还得维护着 所谓世世代代的体面 苏洪和女儿成了留守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苏洪只能一边打理诊所 一边照顾年幼的女儿 生活的百炼成钢 让苏洪再也没有了少女气息了 变得有黑 粗犷 麻利 身为长女的苏洪啊 习惯忍耐 但从小被浇灌的弟弟妹妹 可受不了这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2000年 妹妹把儿子留在娘家 和妹夫一起前往浙江 投奔姐夫 弟弟眼馋打工赚的钱多 也跟着去了 弟弟妹妹一走了之 生活的重担 再次压在年迈的父母身上 苏洪作为长姐 最能体恤父母辛苦 选择承担起最重的压力 搬回了娘家 又像小时候一样 帮着父母 不过这次 是要照顾弟弟妹妹的孩子 家中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留守的弟媳妇 六岁的外甥和三岁的侄女 算上自己和女儿 一家七口人张嘴吃饭 全靠苏洪一人养家 诊所的钱呢 已经开支不来了 苏洪就想办法 揽过家里三十多亩地 开始耕种 从一个医生 转变成了农妇 烈日炎炎底下 他学会了开拖拉机 开摩托车 别人家几口男人干的活 让他一个女人就全包揽了 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 苏洪以为自己 只要熬过了时间 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但没想到 2001年 妹妹回家过年的时候 带来了一个 晴空霹雳的消息 苏洪的丈夫 在宁波和一个女人同居 对方已经怀孕了 苏洪悲痛欲绝 他原本以为繁重的生活 已经让自己学会放下 但真正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他才知道 自己的内心始终割舍不断 这段感情 苏洪后来在审讯的时候说 我还想拥有这份爱 害怕失去这份爱 即使到了现在 即便什么都没有发生 也害怕失去 也说不清楚 苏洪知道自己 再也等不回丈夫 对婚姻彻底失去了希望 但他始终呢 不愿意离婚 他需要带着这份体面 在村里天长地久的活下去 此后 他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家人身上 只要父母健康 弟弟妹妹们 在外放心大胆的闯 自己再苦再累也值得 但生活 好像从来不曾 如过苏洪的愿 2003年的冬天 妹妹和妹夫回家过年 苏洪啊 看着妹妹小心谨慎的样子 觉得不对劲 追问之下才知道 妹夫常常喝醉酒打妹妹 苏洪看着妹妹浑身的鱼子 是心疼不已 这是自己从小疼到大的 心肝宝贝 是什么样的畜生 能把我妹打成这样啊 过年时节啊 应酬多 妹夫天天在外边喝酒 喝醉了就回家打人 妹妹在家待上没几天 实在忍受不了 丈夫的酒后殴打 提出离婚 但妹夫呢 死活不同意 还为此用菜刀自残 剁了自己一尖手指头 妹妹跑来找姐姐求助 她知道妹夫的脾气 每一次自残 下一次肯定会百倍的还给自己 她害怕下一次挨揍 很有可能就没命了 苏洪呢 看着瑟瑟发抖的妹妹 做主帮她逃跑 离开兴山村 就在妹妹逃跑之后的第二天 妹夫啊 抄着菜刀 奔向苏洪家要人 这一次过来 可就出了大事了 苏洪被妹夫堵在家门口 俩人呢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妹夫知道自己老婆胆子小 拿不定主意 肯定是姐姐窜着的 为了逼苏洪 说出妹妹的下落 抄着菜刀 就要向李屋闯 声称要砍死儿子 儿子死了 老婆就回来了 苏洪害怕妹夫 真能干得出来杀妻灭子的事 冲上前 一把就把她推倒在地 妹夫呢 不肯罢休 继续往屋子里边就跑 情急之下 苏洪抡起身边的空玻璃瓶 朝着妹夫的太阳穴就砸了过去 咣当一声 妹夫浑身倒地抽搐 不一会儿就咽了气了 苏洪看着满地鲜血 混着玻璃碎茶 吓得瘫坐在地上 脑子嗡嗡的 只剩下一个声音 我杀人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父亲从外边回来 苏洪这才急哭了声 向父亲说了事情经过 得知真相的父亲 沉默了一会儿 撂下了一句 行啊 你别管了 就转身离开了 随后父亲不知道从哪儿 弄来一辆三轮车 将女婿的尸体 用麻袋盖住 运走了 又拿了一桶柴油 离开了家门 大冬天 苏洪看着屋门前厚厚的积雪 祈祷能掩盖住一切真相 父亲回来之后 说是给烧了 家里啊 就再也没提过这档子事 逃走的妹妹 偷偷给姐姐打电话 问起家里的情况 苏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外甥正是牙牙血雨的时候 只会喊爸爸爸爸 苏洪每次听见 心里啊 都会被狠狠的揪着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为了不让自己闲不下来 每天呢 拼命的干农活 折腾的筋疲力尽 这才肯罢休 但从这以后 苏洪家里的灯 整宿整宿的点着 他还染上了抽烟的习惯 有时候一天能抽一包 妹夫死了以后 妹妹一个人在外打工不容易 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了 更何况还有一个 嗷嗷待哺的孩子呢 苏洪心疼妹妹日子不好过 以妹夫的名义 给她在广州打工的姐姐发短信 谎称嗓子发言了 说不了话 跟姐姐借一万块钱 盖房子 接到短信之后 姐姐呢 立刻给夫家 汇了一万块钱 苏洪啊 前去妹夫家取钱的时候 说妹夫不好意思建家人 委托自己来取钱 妹夫的家人呢 也不相信苏洪 不愿意给钱 苏洪害怕事情败露 只能用妹夫的手机 分别给妹妹家人发短信 说是外出打工 一定混出个样子才回来 希望家里人都不要再找了 从这儿以后 苏洪只能把自己的愧疚 加倍的奉还在外甥身上 他告诉年纪稍大一点的亲生女儿 说当姐姐的一定要多让着弟弟 女儿呢 非常理解妈妈 在这个环境里 姐姐照顾弟弟妹妹 仿佛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后来随着苏洪父亲去世了 妹夫尸体的下落也就彻底成了迷了 苏洪一直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 直到苏洪的弟媳妇李学英生了第二胎 给家里再次带来了生气 还是苏家长辈一直期待的男娃 看着家里的日子再次红红活活起来 苏洪觉得生活再次有了盼头 有了儿子之后 弟弟逐渐有了大人模样 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早早的回去上班 只想多挣点钱养活娘仨 苏洪任何时候都无条件的支持弟弟 每天好吃好喝 伺候弟妹李学英 他想起当年自己坐月子的时候 老公不在身边 自己又当爹又当妈 不想弟妹再受这样的苦 果然苏洪没有辜负弟弟的委托 将弟妹和两个孩子都养得白白胖胖的 弟妹对苏洪的付出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但是半年之后 弟妹想着夫妻之间长期两地分居的日子 也不是个事 要前往浙江和弟弟团聚 苏洪想起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状态 对感情确实不好 为了弟弟的幸福婚姻着想 苏洪再次选择牺牲自己 独自承担起抚养弟弟两个孩子的责任 弟妹体恤姐姐的辛苦 拿出一万四千块钱交给苏洪 说是给两个孩子用 苏洪推辞不过 也就收下了 上游老 需要人端茶送饭 下游小 四个孩子嗷嗷待补 家里里里外外的重担 全都在苏洪一个人身上 从早到晚 没有歇的时候 村里家家户户都休息了 只有苏洪还在洗衣服做家务 常常忙到后半夜 即便如此辛劳 他对待家里人从来不计较 他以为自己的牺牲 能换来全家人的幸福 2005年11月份 弟妹李学英 想念家里的孩子 回来了 苏洪呢 原本也挺开心的 但没想到 自己的母亲呢 撞见弟妹 在家偷情 还是自己家里人 母亲敢怒不敢言 只能每天以泪洗面 愤怒的苏洪 想起了丈夫对自己的背叛 更加痛恨这个女人的放浪 他只顾自己了 让一家人的脸面蒙羞 家丑不可外扬 很快 全家人当作没发生过一样 弟妹李学英 刚从南方回来 不适应气候变化 得了重感冒 苏洪还是忍着气 每天都给他输液 几天之后 李学英的病也好了 准备再次回浙江 临走钱提出 大姐 我年初临走时候 寄存在你那的一万四 还给我吧 苏洪愣住了 钱已经花在弟弟孩子身上了 老大的学费 老二的奶粉尿布 吃喝拉撒看病一分不胜 李学英一听就急了 直接和苏洪吵了起来 说是自己和弟弟的生活 也很难 刚生完孩子 身体弱 在外面找不到工作 花钱的地方多 姐姐怎么能贪弟弟的钱呢 苏洪一再解释说 我不是贪钱 家里两个老人四个小孩 自己挣钱本来不多 孩子学费生活费都是钱的 李学英不愿意听苏洪 白扯这一家子烂账 愤怒的说 以后孩子呀 不劳烦姐姐带了 但是钱一定要还 苏洪是彻底心寒了 他以为牺牲自己一个 就能成全一家人的幸福 但这种牺牲 却换来的是埋怨 当天晚上 家里老人外出走亲戚去了 苏洪安抚好四个孩子 早早的就睡下了 给李学英打完点滴 扶到西屋的卧室里去休息 苏洪做家务啊 做到了后半夜 看着睡得正香的李学英 是怒火中烧 都是女人 自己已经被生活折磨的粗糙 苍老 而弟妹仍然青春靓丽 肤白貌美 我自己上回买新衣服 打扮还是十年前呢 我所有青春年华都给家里了 可换来的是不知感恩的抱怨 越想越觉得不公平 又想起弟妹被捉奸在床的时刻 放浪行骸 为所欲为 自己守了半辈子的脸面 在她眼里一文不值 苏洪心里的压抑 再也无法平静了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无形之中 推波助澜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那天晚上 家里老人呢 外出走亲戚去了 苏洪安抚好四个孩子 早早睡下 给李学英打完点滴 扶到西屋的卧室去休息 后来呢 自己就做家务 一直做到后半夜 看着睡得正香的李学英 是怒火中烧 越想越觉得不公平 她呢 悄悄地拿出一根麻绳 将睡梦中的李学英 活活勒死 看着眼前的尸体 苏洪不像上次那样慌张了 她想起父亲 上次抛尸时的大雪 心想一切都会过去的秘密 终将被掩盖 苏洪把李学英的尸体 扔到了菜教 父母回到家的时候 苏洪冷静地说 啊 学英啊 接到一个电话 跟人跑了 然后制造了一封离家出走的信 放在家里的大门口 父母呢 又自然而然地打电话告诉弟弟 说李学英跟人私奔了 不会再回来了 为了欺骗李学英的娘家人 苏洪模仿李学英的口吻 给娘家人发短信 说马上就要上车走了 让妹妹照顾好父母 自己和别的男人私奔 再也不回来了 苏洪笃定 这一系列的谎言 肯定能骗过所有的人 村里的人际关系是天长地久的 一个污点 会被人家祖孙几代都记住 这样的家丑 没人会提起 果然苏家和李家 都选择了沉默 没人找 没人报警 仿佛李学英 从来就没存在过 连孩子问起妈妈 所有人都跟说好了似的 闭口不提 五年来 苏洪每天持续性的 往菜窖里边倒垃圾 倒粪便 这秘密啊 是越埋越厚 再也没人知道了 2006年 苏洪的父母相继病逝 家里只剩下他和四个孩子 但苏洪始终逃脱不掉内心的审判 他看着身边的孩子们 觉得他们可怜 他一心呢 想着救赎 把全部的爱都给这些孩子们 自己舍不得穿 却把商场里最好的衣服 穿在三个孤儿的身上 他十多年吃素 却把香喷喷的肉 端给孩子们吃 为了给弟弟妹妹的孩子 筹措学费 甚至牺牲女儿的前程 苏洪一己之力 替父母养老送终 还照顾着四个留守儿童 这样的牺牲 成了全村的典范 哎 人老苏家 可出了个能干的女儿啊 苏洪知道自己为了这句话 熬过了多少日复一日 孤若无助的日子 但生活却并没有因此 饶过苏洪 老刘家 是杏山村里的大家族 兄弟姊妹很多 生意呢 做的广 是村子里边的大物 刘老大和刘老六 两兄弟合起来在农贸市场 租了一个摊位 经常出车去外地进货 苏洪啊 就时常请他们帮忙 给孩子们带些生活用品 兄弟俩每回都乐乐呵呵的答应了 苏洪万万没想到 这样邻里之间互相的帮助 竟然还暗含了家马 老六经常和老婆吵架生气 每回吵完了 老六就会心烦气闷 但是当他看到苏洪的时候 看着这个任劳任怨的女人 居然开始有了非分之想 有一天 老六假装自己生病了 需要看病 把苏洪骗到家里 苏洪察觉到有些不对 想要逃跑 但老六却说出了一个秘密 当年呢 他经常和苏洪的妹夫 一起喝酒 有一天呢 看见苏洪的妹夫抄着刀 朝苏洪家去了 之后再也没见过 老六就问苏洪 你妹夫是不是让你给害了 老六的话 让苏洪崩溃了 逐渐的放弃了抵抗 苏洪后来在审讯之中回答说 我当时反抗了 上不来气 到后来也反抗不过他 毕竟男的 怎么也是比我有劲 之前他把我骗到他们家 欺负过一次 苏洪忍着自己的屈辱 不敢声张 但是命运再一次给了苏洪考验 苏洪虽然有着丰富的医学知识 但是没有职业医师资格证 被卫生部门取缔 诊所开不下去了 家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断了 家里的四个孩子 正是用钱的年纪呢 2009年5月份 外省打篮球的时候 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 苏洪把他送到市医院骨科 医生说呀 必须马上手术 否则孩子的腿 以后很有可能残疾 但此刻 家里的积蓄 早已经捉襟见肘 而弟弟妹妹 平日里自己养活自己 都成困难了 实在帮不上忙 本来就对孩子心怀愧疚的苏洪 非常的着急 想来想去 只能找人借了 但村里的人情借了一圈 也没凑到手术费 无奈之下 苏洪想起了老六 老六强奸过自己 这个畜生在这个关头 不会不管的 老六接到苏洪电话 自己没钱 找三哥借了五千 然后把钱呢 送到了医院 解了苏洪的燃眉之急 苏洪写了一张欠条给老六 表示自己肯定会还的 苏洪没想到 人性之恶 就像潘多拉磨合 一打开 那就是腹水难收啊 从此老六借着还钱的由头 对苏洪进行长期的性侵犯 甚至还让苏洪怀上了孩子 这个孩子 可是仇人的孩子呀 不过说回来 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苏洪这么疼爱小孩的一个人 该如何处理腹中的胎儿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提到了 借着还钱的由头 刘老六啊 对苏洪进行了长期的性侵犯 甚至还让苏洪怀上了孩子了 外甥刚手术出院 苏洪就进了妇产科 躲胎去了 祸不单行 弟妹十二岁的女儿 也得病住院了 苏洪再也不敢找老六借钱 害怕被他欺负 村子里啊 大家对刘老大的口碑都非常好 平时呢 乐于助人 而且也六十五岁了 应该不会像老六一样 人面兽心 苏洪就找老大借了六千块钱 解决了燃眉之急 但令苏洪没想到的是 自己守了多年的名声 早就成了老六 酒后炫耀的下饭菜了 老六把自己借钱给苏洪 然后逼迫他从了的事情 告诉了老大 六十五岁的刘老大 离婚二十多年了 已经很久没碰女人了 这老大呀 也动了歪心思了 趁弟弟不在的时候 也爬进苏洪家里 以还款为借口 试图强暴苏洪 刘老大岁数大了 功能不好 干着急 后来呢 脾气上来了 一直揍苏洪 苏洪平时力气很大 不过面对的毕竟是八十多公斤的男的 怎么着也反抗不过 只能挨打 疼了也不敢喊 如果在村子里被人发现自己被强奸 那是祖上坟头都会冒青烟的难看事 苏洪后来说 我也想报警啊 但是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这样 我也好 孩子也好 农村里 这个是最难以启齿的事情 最磕铲的一个事 他们知道我爱面子 做不出来这些 苏洪知道人间炼狱的模样 每天生不如死 只能忍受着两兄弟三番两次前来欺凌 逐渐他的忍耐到了极限 老刘家兄弟似乎也有了预感 老刘醉酒之后 哭着和自家三哥说 三哥 我如果死了 一定是死在苏洪手上 这老刘啊 一语成谶 2010年4月22号 刘老大在村里相中了一个对象 准备再婚 此时的他 决定彻底和苏洪划清界限 要求苏洪把之前的6000块钱连本带息还给他 苏洪冷静的说 过几天就还 然后把自己平时服用的安眠药 一共16片 碾成粉末 塞进了两颗胶囊里 根据他多年的行医经验 他知道 这足够让80多公斤的刘老大 昏睡不醒了 4月26号晚上 老大兴致勃勃的来到苏洪家拿钱 苏洪拿出来胶囊 说这事尾哥 让老大服下 老大兴奋的吃下药 等待药效起作用 可没想到 接着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苏洪拿出之前勒死弟妹的麻绳 又套在了老大的脖子上 咬着牙 把他就勒死了 随后熟练的 用床单把尸体捆好了 拖进菜窖里 只需要再盖上几年粪便 秘密就会被掩盖得无影无踪 此时的老六 去了山东临沂运货 并不知道老大的遭遇 三天之后 苏洪主动发短信告诉老六 说自己有钱 可以一次还清所有欠款 老六很高兴啊 就找到三哥 要来苏洪的借款欠条 老三把欠条交给老六之后 老六答应 当天晚上就把替苏洪借的五千 还给老三 但老六 万万没想到 苏洪早已经准备好了 胶囊了 还是那个说辞 这是伟哥 他呢 在家里边 等待着老六 老大和老六 接连失踪 留下兄妹 可就都慌了 去苏洪家一问究竟 苏洪说了 他们兄弟俩的钱 我都已经还清了 其中老六啊 还留下短信 说是将二十六亩地 以两万两千五百块钱的价格 承包给我 来 你们看呢 直到老刘家报了警 补警官开始介入调查 苏洪菜教的秘密 这才被揭开 2010年11月份 苏洪连环杀人一案 被移送到牡丹江市检察院 向法院提起公诉 当后来 当后来在审讯过程之中提起孩子的时候 苏洪哭了 他说 我把自己推向了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和外人可以这么说 但是和家里人最起码伤害不轻 对于外人更可以说 这种伤害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 我现在觉得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这哪是对他们好啊 这是对他们多大的一个伤害啊 当时苏洪的亲生女儿已经14岁了 很懂事 会照顾弟弟妹妹 就像当年的苏洪一样 在家里最不受宠 永远为其他三个孩子让步 苏洪的妹妹的儿子18岁 弟弟的女儿12岁 儿子8岁 一直称呼苏洪为妈妈 年幼的孩子们并不知道 正是这个妈妈杀死了他们的亲生父母 警方后来打电话 给苏洪的弟弟妹妹 告诉他们当年发生的一切 他们痛哭不已 而在老里的苏洪 听说弟弟妹妹的反应之后 也十分的感慨 如果时光能倒流 该多好啊 交代完全部犯罪事实的苏洪 终于心安了 他在派出所倒头就睡 足足睡了两个小时 这是七年来 睡得最长的一次 一身轻松的苏洪啊 每天都在等待着法律的审判 死亡终于如约而至 可苏洪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格外的平静 这种感情 这是一个小时的 你再说 我现在就知道了